OdioJungle 被炒鱿鱼,其职务由原中刑局局长蓬佩奥接任,众所周知,美朝首脑会晤将在5月以前进行,而特朗普斯克临阵幻降,难道仅仅是因为蒂勒森在非洲访问期间身体不适的原因吗?事情当然没那么简单,接触老是唱对台系的蒂勒森国务卿的职务,患上对伊斯兰有极端情绪的蓬佩奥执掌美国外交事务,特朗普当然见有所指。 但目标不是朝鲜,众所周知,美国本身就是一个靠战争发迹的超级大国,世界太过于安静,对于美国来说并不是件好事,至少会让这个世界警察,因为无事可干而被世界遗忘,因此,挑唆各国之间的矛盾制造地区紧张局势,为美国军事介入摧毁不听话国家政权提供借口。 利比亚、伊拉克和阿富汗,就是一个个血淋淋的例子,就目前而言,美国最想摧毁的国家政权就是朝鲜,毕竟,和其他诸如伊朗和韦内瑞拉等球美国家不同的是, 朝鲜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发展出足以威胁美国的导弹甚至和武器了,按理来说,美国应该想法设法将朝鲜置之于此地才对呀。 关于这一点,从此前美国对朝韩在平昌冬奥会期间的积极接触的态度,就足以说明一个事实,美国确实就是想霸朝,先往此理整,然而,一向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再次做出出乎全世界意料之外的决定来, 同意与朝鲜最高领导人进行会晤,并且时间就定在今年5月份以前,美朝两国会因此而握手言欢,这种想法估计只有傻瓜才想得出来,毕竟,朝鲜戏和的前提,是美国军队撤离朝鲜半岛,而美国不但要求朝鲜戏和,并且一直就没打算过要离开朝鲜半岛, 这无疑就注定此次美朝两国首脑会晤,本身,相对于美国来说,就是得浪费时间,就在全世界都在为美朝两国首脑即将实现历史性会晤,而感到欢欣鼓舞的时候,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力却向全世界坦白了美国愿意与朝鲜举行首脑会谈的真正目的, 据海外网3月13日,原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力日前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表示,美国在必要的情况下,或就叙利亚境内的化武袭击采取新的行动, 2017年4月4日,叙利亚反对派发表声明称,伊德利部省遭到化学武器攻击,导致80人死亡,200人受伤,并且还称政府军因为此负责,此后,联合国与进化武组织的联合调查机构,在当年10月底,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有关调查结果,并且认定该化武袭击事件,是叙利亚政府军所为, 但是,俄罗斯认为,当前联合国的调查机制已生育尽毁,并且要求就成立调查叙利亚化,学攻击的新机制,还记得,2003年,伊拉克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调查事件吗? 当时就是这个联合国调查机构,向安理会所提交的调查结果,让当时的美国国务卿鲍雷尔拿着一瓶洗衣液,在安理会对全世界宣称,这就是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确凿证据,从而给美国大举入侵伊拉克创造机会, 现如今,黑绿手里头连一瓶洗衣液都没有,就宣称要对叙利亚化武袭击采取新的行动,美国这是要将叙利亚,变成另一个伊拉克的节奏了,美国之所以对为了留下居民,当人质的反对派炮击平民彻底走廊,导致上千人死亡的惨剧之字不提,反而拿出子虚无有的所谓化武袭击说事,原因很简单,因为反对派快完蛋了, 据新华网3月13日报道,叙利亚政府军当天攻克勒木戴拉镇,相当于在反对派武装的地盘插入一把利剑,打通一条突破反对派武装防线的走廊,同时把反对派武装控制的区域一分为二,毫无疑问,随着叙利亚战局的发展,美国要是再不动手,那么反对派就完蛋了,而黑力此次在安理会拿毫无根据的, 拿叙利亚派武袭击事件说事,很明显就是要让十多年前污蔑伊拉克的那一幕重演,为美国军事有可能入侵叙利亚的行为,事先披上华丽的外衣, 由此可见,特朗普之所以突然同意与朝鲜领导人会晤,很明显就是想稳住东北亚局势,为美国入侵叙利亚除去后顾之忧,而特朗普之所以会在这时候解除帝勒森国务卿的职务, 很明显就是让这个老是在外交政策上与自己对着干的国务卿,让其永远不会再有对自己的所有外交政策爱手爱脚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 接替帝勒森担任国务卿的这位蓬佩奥,本身也是美国极右翼团体,美国行动组织的狂热支持者, 此前还曾发表过,在美国的全体穆斯林都是奸细,以及美国政府被穆凶会暗中控制,等极端反穆斯林言论,因此而获得美国行动组织授予的最高荣誉勋章呢? 由此可见,特朗普在这时候吵了经常为习反穆斯林言论灭火的帝勒森由于,而把在反穆斯林议题上与自己很合拍的蓬佩奥,担任国务卿职务, 这无疑更进一步印证了特朗普,正准备对叙利亚动手的企图,声明,已发现多家媒体未经授权转发第一军情文章, 为尊重原创,转载请标明出处,微信公众号转载请联系管理员开白名单,敬请配